大家好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荣荣会客厅 今天我们荣荣会客厅来到浙江杭州 我们也非常有心地请到了 杭州富阳区的区委书记吴玉凤 吴书记欢迎您 您好 可以先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吧 好的观众朋友好 我是杭州市富阳区区委书记吴玉凤 那接下来的时间 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吴书记 因为说到这个富春山居土 何必十周年 因为富阳在打造这个城市 尤其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提到的 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理念富阳做得特别好 所以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富阳的这些年的在这方面的一些改变 好的 富阳是王公安老先生晚年的隐居地 也是富春山居土的原创地和实景地 2017年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要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土 我们觉得富阳的有工作基础 也更有工作责任 这实际上是我们全体富阳人民的初心和梦想 所以这些年我们把全力描绘 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土 作为我们的工作总目标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探索 我觉得概括起来讲就是 保护好一方山水 建设好一座城市 赋予好一方百姓 首先是保护好一方山水 天下江山水 古今推富春 富春江是富阳的母亲河 也是大家的母亲河 那么为了保护好这条江 保护好这一方山水 这两年的富阳 对产业进行了全面的转型升级 我们藤龙幻鸟 藤原幻凤 大力发展 像关键激光 高端制造 集成电路 这些高新产业 所以也实现了新旧动能的有效转换 也确保了富春江 一江清水送航程 所以去年我们也获得了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这样的国家级的农业称号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建设好 一座城市 富阳市在2014年的12月份 测试社区的 这是富阳城市进行全面转型的 重大战略机遇区 所以我们设施了全面农航 开展了交通大会站 建设三铁三高三快速的 都市交通的网络 所以前年我们通了高铁 去年我们通了地铁 现在的富阳可以说高速公路和快速路 四通八达 我们觉得跟杭州大都市之间 实现了高质量的一体化 与长双角之间实现了无缝的机会 这两年我们还坚持 拥江发展 跨江发展 在我们的富春江南亚 建设了一座杭州富春湾新城 我们以富春江为碧月轴 以地铁为黄金轴 来构建一个城市的设施金轴 黄江于云 黄景于云 我们建设精品的江景 美丽的夜景 生态的实地 打造一座田园城市 城市的田园 实际上我觉得也是提升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变色度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富裕好一方百姓 富阳这个地名很有意义 我们说是生活富裕 生命阳光 这是富阳的代名词 这两年我们已成代乡 一体发展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美丽城镇 美丽经济 美丽人们的建设 打造了很多网红打卡地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去过 我还真没去过 像我们的冬之光 文春 还有龙云坝 这些场非常吸引人 也是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液态 同时呢 我们大力设施民校民院的计划 把省人民院 富阳的院区 省中医院的总部 还有上海外国民学校的杭州校区 都吸引到了富阳来落地 让富阳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 包品质的公共服务 与此同时啊 我们也倡导最美的风尚和精神 所以在富阳实际上也是最美现象的这个发源地 我们这两年涌现出了 比如说像最美妈妈啊 最美爸爸啊 最美姐姐啊 形成了最美的文明风尚的风景线 那么明年呢 亚运会将在浙江汉州举办 将有七十多块金牌在富阳厂生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抢抓机遇 根据去年四月份 袁家庭书记苏江尔上对富阳提出的 打造现代版富村三居图 样板地的这样的重要指示 在赢亚运 涨风采 全力描绘现代版富村三居图 我相信在亚运会前 富阳一定会向世界和向亚洲 展示一幅五十里纯江花一叶 百里富村三居图 谢谢谢谢 刚才吴书记形容得特别好啊 叫现代富村三居图 确实刚才您这一番形容之后呢 不光这个富阳这个精神的寓意特别好 而且呢 您刚才所说的富阳现在的建设也特别好 而且更体现了人在这个过程 也逐渐变好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就是家在富村江上 刚才听完吴书记说完之后呢 您刚才问我有没有去 我还真没去过 但是我听完您说一定得去一趟 欢迎你去 好 那富村三居图呢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十周年的特别的活动 因为也是合避了十周年 所以呢 这个富阳呢 其实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前沿的一个示范点 其实在两岸的交流合作方面 其实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您看 这个富城山居图合必十周年 那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 在文化产业方面 有哪些这个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 您可以帮忙分享 富阳跟台湾的交流 我觉得历史渊源是很长的 可以追溯到三国东五大地生权 包括唐代的富阳级状元 十间五他们都与台湾有着密切的关联度 那么尤其是2011年的6月1号 分副阳与海峡两岸的圣山卷和无用事卷 在台北国公博物院实现了矿石合璧 这是富阳和台湾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切记 所以到2013年的时候 我们成为了就是国家所批准的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基地 这是杭州首个 这次之后呢 我们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 基层交流 经贸交流 应该说是非常的平凡 也接下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基础 刚才主持人在问我有关于这个文化交流方面 实际上台湾合并这件事情之后 在富阳每年我们都会举行公望文化的交流周 好多的文化名人 海峡两岸的画家都到富阳来 把自己的作品做了一些交流 比如说像2013年2011年 像台湾的画家卢永贵先生就在富阳帮了歌掌 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文化方面 两岸之间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了很深入的一个融合 确实富阳山剧图 合并这十周年 其实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是一件大事 那其实这个融合 这个合并十周年 我想其实也是大陆与台湾之间 各方面融合的十周年 所以在融合的过程当中 在产业各个环节 是不是也有很好的融合 对的 在产业交流方面 比如说特色农业 民宿的发展 以及台企的服务 经贸的往来方面 实际上我们也是有深度的交流 比方我们跟南投之间 会举办一些农场品的交易交流 台湾的这些特色农场品 在富阳是非常受欢迎 每一次来都是热销品 包括我们富阳的企业 一方面在台湾 它有自己的分公司 也跟台湾不少的上市公司之间 有非常深入的一些合作 而且跟台湾的 比如说福人大学等等 都有校企之间的合作 每一年的暑期 像福人大学的学生 都会到这边来进行实现交流 据说每一年在评选的过程中 像我们的埃立芬小镇 这家企业被评为 福人大学最美的大落实现基地 那您说完了 这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和合作之后 其实这十年历程的过程当中 其实交流最多的 我想还是人与人之间本身 比如说像两岸的年轻人 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交流和合作吗 实际上我们这两年 我觉得在青少年交流方面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探索 我们不少的学校 跟台湾的这些学校 都继承了对峙 然后相互之间的 经常你来我往 也举行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比如说石头开花 在石头上作画 比方说一些舞龙活动 我觉得这些都可能 对孩子的心灵 种下一个美好的种子 同时我们也邀请海峡两岸的青年 到富阳来进行的实践 进行交流 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增进 更多的深刻的理解和了解 那在交流 人与人交流的这方面 有没有其他更深入的 这种合作或者是融合 现在比方像这个社区之间 实际上我们的社区村 跟台湾的礼仪 实际上接了很多的对子 那么他们之间 就是把自己的这些特色 跟优势相互之间进行的 一种切合 比方像我们富阳 有个叫安顶山林物茶 实际上跟台湾的洞顶乌龙之间 大家都很有名 然后相互之间就为姊妹茶 交流这种就是自查的记忆 然后共同提升品牌 共同来拓展这个市场 效果也很好 特别希望您再给富阳做个广告 然后欢迎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们 包括我们的台湾青年 能够来到富阳 好的 我觉得 今年是合必十周年的纪念 同时我认为也是今后 这台合作继续走生的一个重要的切记 富阳的这两年跟台湾之间 在融化经贸和基层交流过程中 接下了累累肃股 尤其是去年 袁家金书记宣布会台八条政策之后 我觉得更是有利的促进了 两岸的青年和台商来富阳 投资创业 接下了累累肃股 今天的富阳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富阳 这两年我们按照这个省市重大战略的部署 我们在全面推进 城西客庄大走廊联动发展区 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 和樱江富阳包新特别合作区 这个建设 所以今天如果到富阳来 会发现富阳到处都是日和朝天的建设景象 可以说是投资创业的日图 所以富春大地上 我觉得五十里村江花一夜 百里富春三居图 处处都在绽放 所以今天我想机会很好 我也想向我们海峡两岸的青年 和企业家发出诚挚的邀请 欢迎他们来富阳 富阳是伤水清理 人文包拢 空间广阔 机遇良多 你们可以来投资来创业 也可以来旅游和安家 我们一定当好建设二 让我们来共建共享 现代版的富春三居图 谢谢和欢迎大家 谢谢 总结一句话就是富阳 您一定得来 好 那今天的荣荣会和听 暂时就先告一段落 在这非常感谢吴书记 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和解读 谢谢您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